二号报道,袭击事件发生在西斯坦比鲁之斯坦省,靠近伊朗与巴西斯坦边界的皮心地区。 当时一些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正准备参加一个地方部落会议,结果遭到自杀式炸弹的袭击。 死者包括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副司令员舒什塔利,革命卫队驻当地指挥官穆罕默德·扎德,以及一些部族首领。 目前,真主旅已经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 该组织是活跃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一个反政府武装,目前已经被两国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政府一直指责美国暗中支持真主旅发动针对伊朗政府官员、武装部队以及平民的袭击活动,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 伊朗政府和议会当前都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总统内甲德更誓言要对袭击者展开最严厉的反击。 和民卫队随后也通过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网所属电视台发表声明,称, 袭击者企图通过卑鄙的行为破坏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团结。 革命卫队还强调说,和以往类似,这种阴谋活动的背后明显有着西方势力操控的能力。 那您来了解一下伊朗革命卫队,它的全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1979年, 由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创立。 革命卫队成立的时候只是一支维持治安的部队。 1980年到1988年的两立战争期间,革命卫队的人员和装备不断的扩张,迅速发展, 成为了伊朗的主要作战力量之一。 伊朗革命卫队目前大约有12万到15万的兵力,拥有自己的陆海空军和特种部队等。 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当中拥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享受着很多正规军所没有的特权, 比如说伊朗的战略性威慑武器几乎全部都是归革命卫队所有。 我们再来看韩国,18号韩国媒体爆出韩国陆军有一名军官的电脑被入侵了, 黑客就利用这一突破口盗取了数千份危险化学品的经济信息。 而就在三个月之前,韩国也曾经遭遇了黑客的大规模袭击, 当时就有多家政府网站瘫痪了。 当时韩联社就评论说,黑客的袭击是给自视为IT强国的韩国以及响亮的耳光。 那么这次军方电脑被入侵了,无疑是给了韩国网络信息安全以及政权。 我们来看KP4的报道。 国军互联网遭黑客入侵的事实在事发七个月之后才被披露。 据悉,有数千份国家机密信息外泄。 今年3月5号,韩国陆军第三军司令部某大校个人电脑被黑客入侵。 黑客通过植入的新型病毒盗取了登陆国立环境科学院化学物质事故应对信息系统所必须的数字证书, 导致数千份的危险化学品机密信息派泄。 我们在中国的新型电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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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国的新型电脑系统,